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來介紹眾所期待的奧創,也就是復仇者聯盟2裡面的壞人這隻角色也是裡面最主要的一隻角色 那這隻角色呢 香港已經發了,所以你才可以看到我現在介紹台灣還沒發啦,不過應該是快了 快了是我說的,並不是真的 首先你可以看到,他整隻的高度其實還蠻高的,我們隨便拿一隻一般的人偶來比一下 我們把底座拿到旁邊來 把星爵拿來比,你會發現他足足比星爵高了差不多 接近三分之一 所以呢他整隻的角色應該是跟浩克差不多高 浩克已經沒有收起來了,所以我手邊並沒有 浩克來給大家做比較,那手邊的鋼鐵也都收起來了 暫時無法讓大家比較他的 高度,那你可以知道這是比一般六分之一的 高蠻多的,那再來整個配件非常的精簡,就是只有一個 底座 然後 一個 角色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刻寫一下看一下角色的可動跟介紹的部分 那最後呢我們再來介紹 所有可亮燈的地方 那首先在敷的當然還是頭啦,雖然他是機器人喔 可是頭呢有點窘啦 也不曉得為什麼,不過這應該是電影設定喔,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有非常多的 細節紋路,那這些細節紋路在雕刻上來之後呢 並沒有像 就是覺得怪怪的,就是感覺比較老,並沒有像電影裡面看起來那麼 那麼好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盒子的封面 盒子的封面其實是 是電影裡面的 這一支稍微推一點喔 那這樣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說的 部分 從盒子上面呢你可以看到電影的 裡面的這支角色,那電影裡面的 臉跟脖子跟上面的細紋呢,並不會像他實際上做出來 感覺那麼的怪異喔,主要他還是有很多 特點沒有做出來,像 這邊的特色 他是屬於比較凸起來了,其實 他實際上 並沒有做出來喔,這是 個人覺得 比較可惜的地方,所以也因為 這幾個地方我把它換到這邊來好了 這底的地方並沒有 呈現出來,所以他 導致他整個頭看起來就是 有點窘 好 對焦一下 好就是這樣子,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所以因為這幾個地方並沒有呈現出來 然後在 這邊呢,你可以看到他這邊有很多細節 那實際上呢,這邊 也都偷懶掉了,都沒有 這麼多 細節的部分喔,所以 這邊的刻痕跟紋路啊 實際上是有一些 差異性的 導致呢 在電影裡面他看起來的角色其實是 非常就是有 尊嚴 然後是魔王的感覺 然後出成人口之後呢 就出現一個就是 像老頭的機器人有點窘的部分 這是我個人覺得 比較 可惜的地方喔,並沒有真的非常的還原 而且奧村的整隻角色已經蠻大的 那這是 可惜的部分,那我們把它推到後面 繼續 來看一下這個老頭 不是這個老頭,這個機器人喔 好啦,這樣你可以看得清楚就是他的 頭的部分喔,就是有點窘 不過開燈之後會稍微比較好一點,那畢竟 大家在展示的時候,總不可能長久都一直開燈嘛 所以通常看到都還是熄燈的狀態下 那在熄燈的狀態下呢 我個人覺得這個頭雕 並不是 非常的 滿意,他畢竟跟電影的還原程度呢,還是有一段的 差距 那頭的部分呢,這邊還是有細節,你可以看一下 有 刻痕跟細節的部分,那這電影裡面當然也有 那只是 從盒上面,盒子上面來看這個刻痕,其實是更深更凹進去的 所以他的立體感做的沒有 沒有電影來的 好,這是我個人覺得 頭雕唯一比較可惜,但 頭雕又是一個角色的 精髓跟靈魂,頭沒有做的 如果做好其他部分做再好呢,其實 並沒有做 沒有辦法把商品做非常大的 改進 好,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那再來呢 大家看一下質感的部分 質感呢,他比原本的 如果大家收過之前的NK2 質感比原本的NK2 的金屬質感來的更好一點 但是他又不是電鍍的喔,不過光澤還不錯啦 就是 還不像當初一發的時候,很多人剛拿到的時候對他光澤不滿意 但我現在拿到其實我還滿滿意他的 整個光澤質感,雖然不是電鍍的喔 可是整個質感其實處理的 挺不錯的 就是金屬光澤,唯一最不滿意的就是 他像老人的 這個頭,那 也許 這個部分呢 礙於 技術或是雕刻層面,並沒有辦法還原到 像電影的那個 細節,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他的底座,底座把它拿到旁邊來 我們稍微比一下 底座呢有一個 黑字 形狀 那因為這個奧創呢,他上半身也是略重,他自己並不太容易 贊助喔,所以我必須稍微調一下,以免他 倒了,畢竟這隻 是 阿雄快貨借來的喔,所以 不好意思把人家弄壞掉 那也感謝阿雄快貨呢,提供 奧創的角色來借我開箱的 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底座的這個部分 他是 同樣是銀色的,可是他的銀色質感上色的部分就沒有來的 比奧創來的好 好,這是底座跟 身體上色的一個差異,這也是另外一個 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再加上底座略小喔,底座的圓呢 大小就像鋼鐵人那個圓,那奧創其實比較大隻喔,所以 以這個底座來講略為小加質器 那底座中間有一個洞 讓你插舌管的,那一般鋼鐵人的舌管洞都在旁邊啦 那他在中間呢 會重心比較好,所以他比較不會跌倒 可是有一個缺點,就是中間有一個洞總覺得怪怪的 這也是 另外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 好,那我們把底座放到後面,等一下 最後再來看 開燈的部分,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來 回到這隻角色來看可動的部分 那頭的部分呢,勉強可以左右 做彎曲,那你可以看到他在彎的時候會帶動一些 肩部跟頸部的關節 那他的角度非常的小喔,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主要原因就是 他後面被這兩根 有點像 脖子的這兩根筋 所卡住,那這兩根筋呢 影響到脖子的轉動,可是這礙於角色設定 就是這樣子嘛 那這兩根筋是軟的 好,所以 你也不用擔心轉動的時候 會去 就是 他也是為了可動,所以他要把這兩個設定成軟的 那他勉強可以動,如果這兩個是硬的,他就脖子完全不能轉 好,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喔 那你可以知道這兩個是 軟的的部分 這是這兩根 然後上面有一些連動 你可以看到在轉動的時候會帶動 這邊的部分 那不過 也是因為這個關係,頭是不能拆下來的啊,因為 後面還綁了 兩根筋嘛 好,這是這個部分 那手部的部分呢 上面這塊 應該算是肩甲是 是活動有點像鋼鐵人的肩甲,然後 他 就是你在手臂舉高的時候 有沒有 他會跟著做 連動的部分,那手臂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他只能舉高45度 稍微往下一點,這樣這麼窘的臉不會一直看到我 好,那 所以這個是手臂最大的範圍,他不能到平舉的部分 那前後旋轉當然就 沒有什麼 問題就是 基本上你在轉動的時候,這是可以轉360度的喔 這個是 手臂的活動,只是 可惜的地方就是 在於平舉的時候並沒有辦法 舉得非常的高,所以在可動上呢 並不是真的非常的好,就是脖子不太能動 然後上臂也不太能平舉到非常高的部分 那後面的部分呢,其實 他後面做出 就有點像健美先生或是像李小龍,非常漂亮的那種 背肌曲線的感覺 那這兩塊呢 是可動的方便就是 做手臂轉動的部分 那其他就沒有什麼 特別的可動的部分 那轉到側面來看呢 裡面有一些透明套件,因為這些是亮燈的時候 需要 看到的地方 那轉回正面,正面這邊的胸甲就只有這兩片 好,方便手在移動的時候 一樣 不會卡住,不過這個手呢 有一點點可以前後轉,因為畢竟他是球形關節 可是他不能 不能往外側拉 他不像鋼鐵人可以往外側拉,增加更大的 可動程度 好,這是 他的可動範圍 那側面呢,你還是可以看到 裡面的內構 等一下開燈的時候,你可以看得比較 清楚 然後因為他實在是站不太住啊 所以在站的時候,我要隨時的一直 扶著他 以免他 倒了 好,那側面呢,我們來看一下 手臂的部分,手臂的部分呢 活動剛才講過大臂喔,那手肘的部分 這樣子彎上還是他的 最大角度,那他並沒有附 其他的 一個手勢 所以他的手勢呢,就只有一個 可動手,那這個可動手呢,我個人覺得 比鋼鐵人來得好啦,可能也是因為他的手勢 手指比較細的關係 好,所以每一個關節呢,都可以做蠻大的活動 包含他在 握起來的時候 好,也相對的,活動角度比較大 不像鋼鐵人的可動手,幾乎握不太起來 好,所以這個可動手呢,算是 少數可動手裡面活動的 範圍是比較 大的部分,那他不像鋼鐵人手掌有個燈 他的燈呢,就是在手臂跟 手肘上面 那看完這個 手的可動之後,再來就是腰部了 腰部可動呢,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喔 第一個就是他腰部只可以勉強的前轉 那在轉的時候,你可以聽到咔咔咔的聲音 那他不能往後仰 好,然後再來,不能左右動 然後不能左右轉 所以腰部只有 一個角度可以動,就是往前 就是略為彎腰 的角度,但角度也非常的小 那其他呢,幾乎就是固定不動 雖然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些 是 有一點點可動的喔,可是這些只是為了讓你可以 一點點的 往前傾而已喔,這是腰部非常非常可惜的地方 所以 他 竟然比孩子寶還不如,但是不太能轉腰喔 孩子寶,我也忘記他可不可以轉腰啦 不過這個是 我個人覺得非常可惜喔 好,那再來再往下 看一下大腿的部分 大腿 跟剛剛鐵人一樣可以做往下拉的 動作,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咔咔腿的 各個角度跟這邊的 結構的部分 那腰部後面是呈現 鏤空剛才沒看到,現在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腰部這邊呈現鏤空的部分啦,也許也是因為他這個結構 腰部完全幾乎 不可動,這是比較 可惜的地方 好,那這是大腿 那大腿呢,活動範圍就 來得比較 好了,就是 他可以旋轉 然後呢 這上面這個按住 大腿的這一軸向也可以做轉動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他的關節可以下拉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下拉的時候這邊有一點空隙 下拉之後你可以稍微 舉高做到 比較大的 前台角度 那如果沒有下拉角度就非常的小 好,然後這是 正面的部分差不多可以到45度 那下拉的部分後面就可以到 幾乎是 平的喔,所以正面的角度稍微比較少一點 那後面的角度 可以抬得蠻高,所以大腿的可動 算是 挺好的喔,那側面的部分當你下拉之後 好 好 他也幾乎可以做到 劈腿的動作 接近喔 好,這是大腿活動 算是做得非常好的部分 那這邊有一些連動防止就是 你在做高桂枝的時候 去 卡住 好,這是有 在設計上面上有注意到的地方 那 裡面的部分呢,他就呈現 鐵灰色,外面是 顏色,所以大腿 大腿裡面的骨架的顏色 是不太一樣的 好,這是屬於 大腿,只是大腿有點鬆啦 這是我覺得比較奇怪的地方 不曉得是這一次的問題還是 所有 奧創都有同樣的問題喔 就是 大腿有點鬆 然後導致他 不太容易站住 雖然你在這樣子搖晃的時候 他並不會 害難害急 可是 實際上在轉動的時候大腿是 以所有關節裡面來講是最鬆的喔 好,那再來呢 膝蓋 膝蓋的部分 那 這邊可以轉上來 那他是雙重關節 所以你可以看到膝蓋轉到最大的角度大概 幾乎可以對折,只是因為這邊的空隙率也大 所以看起來比較怪一點點,可是這也因為 造型設計 好,這是膝蓋的部分,那最後 腳掌的部分 腳掌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 然後 他有一個就是可以前後 轉動的腳掌 然後再來呢,腳掌的根部其實是一個 球形關節,所以他還是可以做 360度的任意翻轉,所以腳掌的 腳掌的那個 活動範圍也算大 可以任意 擺姿勢之後貼平地面,比較不用擔心就是無法貼平地面 這是屬於腳掌,然後 前腳掌是可以 彎的 一點點 彎曲的角度,這是屬於 前腳掌的 部分,那至於腳底呢 一樣沒有燈,可是這個腳底的紋路 還蠻漂亮的,大家可以 看一下腳底的紋路,稍微對焦一下 好,腳底的紋路是有深度的 沒有燈是挺可惜的,可是腳底的紋路 做得還蠻好看的 好,這是屬於 整隻腳色的部分 那不管是正面跟背面呢,其實它都 非常有 肌肉感 好,如果它把奧創不是塗成銀色,而是 肌肉的膚色 其實它真的像一個就是 人皮拿掉,只看到肌肉紋理的感覺 一個運動員肌肉紋理的感覺 整個 弧度跟效果都 非常有肌肉感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開燈的部分 好,首先呢,我把旁邊的燈關掉 這樣你比較看得出 開燈的效果 那開燈呢,當然是從頭開始 那 頭的部分 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這邊 基本上你用手指啊,或用指甲都摳不起來 所以它 它原廠也有附一個就是 把它扳起來的棒子,然後這邊用 小的一次起也是一樣的意思 你就可以把它 扳起來,扳起來之後呢,上面呢就是 裝 三顆電池,然後這邊有開關,你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你就可以看到亮燈的部分,它亮燈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LED燈是白色,所以它的顏色是藉由 塑膠的顏色,來呈現上色的部分 那打開之後呢 我再把頭蓋稍微蓋起來 你就可以看到特寫的部分 沒有蓋好 好,那這個特寫的部分 因為眼睛上面有特色就是 它有一圈紅的跟一圈 白的,所以眼睛在呈現上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會有 紅白相間的部分稍微對焦一下 好,這是屬於眼睛比較 特別的地方,不過它還是個老頭 好,這是 屬於頭亮燈的部分,所以頭亮燈的部分還蠻特別,除了眼睛會亮之外 好,這條線 好,也會亮,就是頭蓋骨的 分模線這一條,那其他就沒有了啦 好,它並沒有真的非常用心的,像電影裡面 就是所有圖紅色的線 都是做成透明套件來呈現就是 燈會亮的部分 好,這兩頰的部分 這邊 好,也並不會亮好,這是 個人覺得還 挺可惜的地方 然後 再把頭蓋骨再扳開,把燈關掉 再來看 其他的燈的地方 然後其他燈的地方呢 真的倒 就說它站不住 在手臂的部分 手臂的部分呢 稍微往下一點 由於導的同時呢,手臂的電磁蓋已經自動掉下來了 好,就是在 在這個地方 好,這是手臂的電磁蓋,就是這一塊 好,那 我把它拆下來,因為它已經掉了 等一下裝回去,那這邊呢是開關 把它打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手臂這邊是 是有亮燈的 那手臂除了這邊有亮之外 其實 小臂這邊也有亮,只是這邊的燈呢 非常的不亮,不曉得為什麼 這個LED燈比較不亮呢,還是 電源不夠,可是 如果電源不夠,照常來說上面這個燈應該就不會這麼亮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是電池的關係 就底下的LED燈真的 比較 比較 不亮喔 可能就是底下的LED燈,看背面這邊 不要看得出來 背面這邊還是 還是有亮的地方,只是 底下這邊是比較不亮的 好,把它關掉就是 在 燈光的亮上並不是 一體性,這也是比較 可惜的,照理說應該上面跟底下都是 一樣的亮度 好,然後再來呢 胸部的部分也是會亮的 也不能說胸部啦 應該是說整個身體裡面是會亮的 那這一樣需要 一字起 把它扳開 那後面這邊有開關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這應該是這整隻最漂亮的地方 因為打開之後 你就會發現整個身體裡面就像一個 反應爐是整個 發亮或是一個跳動的心臟 或是一個岩漿的感覺 所以裡面整個身體都是亮的 你看 包含側面你可以看到 這邊你可以看到亮跟 細節跟紋路的部分 那雖然中間這邊並沒有看到透光的部分 可是 還蠻多地方可以 看到光線,所以身體裡面整個亮的是 算是最漂亮的一個 地方也是這一隻的一個 特色,然後另外比較可惜的是 腳 完全沒有會發亮的地方 就是只有上半身會發亮就像 東尼一樣只有上半身會暫損,下半身都沒事 那奧創就只有上半身會亮,下半身完全不會亮 好這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下半身就剛才已經看過了 下半身沒有 刻意做燈的地方 好這有點 就是 只做了一半 頭已經洗了之後就帶著泡泡出去沒有把頭洗乾淨 這是給我的感覺 底座就還做的燈 蠻特別的 應該是說燈還蠻漂亮的 那底座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底座的燈 那底座呢 它是裝四號電池三顆,沒有開關 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底座的 燈的部分 所以底座燈呢算是 比較 又亮又漂亮的部分 那如果手部的燈像底座的燈這麼亮 那相對會來比較好 只是 手臂的燈就相對沒那麼亮 可是因為底座是 三顆四號電池 電力相對比較強 在燈上面相對的 也會亮非常的多 好這是屬於 底座的部分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跟特寫的轉轉熱 那其實我覺得 還蠻有魔鬼終結者 機器人的感覺 就是整支金屬的骨架 但是它又是人體結構 所以還蠻像魔鬼終結者的一個 T800的機器人 好這個是全身轉轉熱跟亮燈的部分 所以我把燈關掉 等一下特寫讓大家看一下它各個角度 順便把燈 打開然後把自己亮的 裡面的燈都關掉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 紋理跟細節的部分 好那最後呢全身的轉轉熱大家可以 特寫的轉熱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質感 跟細節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它雖然不是電鍍啦 但是在整個 金屬漆的質感其實還是做得 非常的好 就是有點 霧面消光帶點金屬漆的感覺 雖然不能到像電鍍的鏡面 然後上面的刻紋跟細節其實都處理得很好 真的最大的部分 就是 頭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覺得 沒有辦法還原到像電影的 細節度 細節度 希望可以幫我多多分享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大龍玩具開箱的粉絲 以及 YouTube的頻道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 HUTOY的 奧創 角色的大龍玩具開箱 那不曉得 HUTOY會不會出就是奧創終極版 目前只有奧創這隻角色 那終極版完全沒有消息 也許它不會出 不過KA的部分倒是有奧創的 終極版的盔甲可以換 我也還蠻期待 KA的奧創角色跟 HUTOY的可動比起來到底是 有差異上 到底是有哪一些差別的部分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奧創的大龍玩具開箱